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率领一营负责攻击刘家子 可是由于伤亡巨大 激战三个小时 不得不退了下来 随后 他将参与部队组成一支赶死队 自己当队长挥舞大刀 一声大喊冲浪 带头杀入了敌阵 在这一场恶战中 红军猛烈穿插 许是有夺回刘家词后 将一把锋利的钢刀 直接杀向敌指挥部 结果 一举打探了约维郁的指挥系统 许是有冲进敌尸指挥部 就喊 约维郁呢 可约维郁连个影子也没有 他立即出门望去 只见不远处 四个轿子兵抬着一顶大轿子 急急向前走去 约维郁 约维郁 一个战士指着轿子大叫起来 许是有立即把腿向前飞奔 一面追一面喊 抓活的 抓活的 追到离轿子只有一箭之地时 许是有把手枪一举 啪啪啪 对空连放起枪 喊道 站住 不然就打死你们 抬轿子兵一回头 吓得腿都发转 倒在了地上 许是有和赶死队员冲过去 把轿子包围起来 掀开轿连网里一看 哪有什么阅维郁 是个空轿 许是有气的举起大刀 把轿子劈了 对着抬轿兵喝道 快说 阅维郁逃哪里去了 再在前面 许是有等不及听他们说完 带着赶死队又向前追去 这时 不少敌兵还在顽抗 许是有飞跑着 突然一个猎气 好不容易站稳 用手一摸 写出来 一位战士上前搀扶他 营长 你刮采了 没有什么事 许是有说着 使出鹰长弓 一咬牙 居然把看见肉里的子弹头抠了出来 然后解下挡腿带 把伤口包好 说 追 又向前追去 当他们追赶到罗家城时 只见村边打鼓场上 一个脑满肠肥的胖子 正被一群人围在中间 他就是敌师长岳维郡 许是有跑过去 一打将他提起来 就这样 岳维郡被活捉了 当许是有把岳维郡送到军部时 没料到 这个岳维郡竟是军参谋长徐向前当年在国民二军混城旅当参谋时的二军军长 许是有活勤了徐向前的老上司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